在FMC里这个打乱 如果要解面对蓝色的EO的话呢 我们要花六步 但是如果在正打乱呢 先做R B 然后做一次Niss 在逆打乱的地方呢 做两步 D2 B的话呢 只要花四步 EO就解好了 什么 我会通灵吗 为什么在正向做两步 还没有解好EO 就知道要逆转了呢 我曾经做过三部 关于Niss的影片 一部是简介操作 一部呢 是进阶的操作 Sudo Block 另一部是从Niss背后的原理 引出更进阶的操作 那今天呢 我也会从原理出发 解释怎么用Niss 来解EO Niss最大的关键呢 在于逆转 那逆转 就是起点变终点 终点变起点 例如你把一个解好的方块 白上绿前做R' F' 的话呢 原本在白绿边的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红绿边块 表示这个转法 会让红绿跑到白绿 红绿位置呢 是起点 那白绿的位置呢 是终点 所以如果拿另外一颗解好的方块呢 来逆转 做F' R' F' R' 的时候呢 终点起点会互换 你能够预测 原来的终点 白绿边块 它在Niss以后会跑到哪 它会跑到红绿边的家里 如果B块 跑到A的家里的话 那逆转以后呢 A块 就会跑到B的家里 想知道逆转以后 某一块会出现在哪 就看 现在 它的家 被谁 占走 你抢我家 逆转后 我就抢你家 懂这个概念的话呢 我们来看Niss 逆转以后 EO的状况 如果你在正向 发现一个EO是坏的边块A 它占据了B的家 那逆转后 你会在A的家里 发现边块B 重点是呢 那个在A的家里面的B 是坏的 这句很长 但可以把B相关的字也拿掉 如果在正向 发现一颗坏的边块A 那逆转后 在A的家里的边块 就是坏的 例如白上绿前做F R 这时候白绿边块的EO呢 是坏的 那逆转做R'F'的时候 站着白绿边块位置的边块 EO就是坏的 在这句话里面呢 正向的时候 我不管坏的白绿边块 在谁的家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而逆转以后呢 其实我不需要知道 在白绿位置里面 是什么样子颜色的边块 那一颗的EO呢 一定是坏的 所以如果在正向 有四颗坏的边块 刚好是白绿 红绿 黄绿 和橘绿的话呢 无论它们在哪个位置 Niss 逆转以后呢 在绿色面上面的四颗边块 一定是坏的 所以可以F 一步解掉EO 那么来看片头的打乱 如果要解蓝绿轴的EO的话呢 正常的解法 要花六步 那原本在解EO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注意坏边的位置就好 那但是现在呢 我们也来注意一下颜色 那因为是解蓝绿轴的EO呢 所以我尽量让坏边是蓝色的 那其中呢 这边坏边的话呢 蓝橘和蓝红是坏的 然后这一面的话呢 这两个是坏的 那其中可以看到这个蓝白呢 它是好的 然后在S层的地方呢 有这一颗跟这一颗是坏的 那有六个坏EO的解法式 把其中三个坏的呢 把它放到前面 然后转动前面 让它变成三好一坏 那这样子全部的话呢 就只剩四颗是坏的 在这边这一面 这两颗是坏的 这两颗是好的情况下呢 我有几种选择 我可以选择让R 让这三颗是坏的 那我也可以选择让D' 这三颗是坏的 那但是呢 我希望尽量让坏边是蓝色的 所以我选择用R 让这三边变成坏的以后呢 这一面 唯一的一个好边是蓝白色 所以这样子转了B 以后呢 就换成只剩蓝白是坏的 其他三个是好的 所以这时候呢 四颗坏边的颜色 分别是蓝红 蓝橘 蓝白 然后呢 最后一颗是绿黄 注意到我可以不用管 这四颗在哪里 我只要确保它们是坏的 就可以了 那所以这时候呢 做Niss 我就可以预测 逆转以后呢 这个蓝红蓝橘跟蓝白 还有绿黄的位置呢 里面的边块是坏的 那我不用预测里面是 边块是什么颜色 本来解EO的时候 我也不用管颜色 只要管好坏 所以逆转以后呢 我做个D2 然后在B 就可以把EO解好 那么实际验证一下 这个呢 是实际上 Niss逆转以后的方块 那可以看到 的确这三个位置的 EO是坏的 那然后绿黄 这边的这个位置的 这个边块呢 它也是坏的 所以只要D2 B 这样子 正向和逆向 总共加起来四步 就会解好EO了 那如果只在正向解的话 就会多两步哦 了解Niss的原理以后呢 以后看别人的解法 就不会觉得它在通灵 如果你是直接 拉到影片的结尾的话呢 你只要记得一句话 你抢我家 逆转后 我就抢你家 这就是Niss的原理 而如果对这种 进阶Niss的操作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我另外一部的影片哦